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组是江高红对李志斌 现在准备投球的是李志斌 这位选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他是飞碟打法 而且是持球重量 11.9瓦 打过最高分 299分 第一点打出一平落 这球我们看到他的沙当地非常的强 很典型的这种退的打法 我们看到撞出一张快 像戈麦子一样 插着一口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江曹洪 江曹洪这名选手身高1米75 体重76公斤 他是飞碟球的打法 球领有两年 球重11.7瓦 最高分打过280分 现在球员等级是8几 这一组也是江曹洪选择 让李志斌让20分 我觉得江曹洪选择可能有些失误 我觉得可能如果不让他连续打三个全中 可能对像李志斌这种选择自约更好一些 现在是李志斌的击打第二盒 可以说在目前的北京中南海队的选手中 李志斌的这种打法是继续杀伤力的 对 我们看刚才入位是相当的标准 而且转速很快 直接击打一号平衡不错 打得全中 连锁的好 非常幸运 李志斌这名选手完全是技术型的 对 很单单 这是一个1-5的入位 我们看持球是外翻 然后它的后摆的动作倒不是很大 但是后续动作做得非常完美 第三个动作 非常流畅 李志斌就是打出了这种飞碟的特点 在于它这种协调劲 对 协调劲比较好 因为这种男性选手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用力 加力 好的 这些正高风也不示弱 这场比赛一开局 大家就打得非常的紧张 看着李志斌已经前面连了三个全中了 看着第四个 这是第四格的技术 今天在比赛之前问了一下李志斌 李志斌说 我现在状态很不错 体重减了有十斤 最近练球比较刻苦 刚刚参加完了全国的比赛 现在状态还是不错的 嗯 进行了飞点之后 进行了飞点之后 所以目前来说 状态可以说调整得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好 第五个全中 好 第五个全中 不知不觉中啊 李志斌已经打了五个全中了 这个 姜超红的是前面连了三个 所以说到目前的状态来说呢 五个全中是应该卡 嗯 但是我刚才谢斌给我们大家介绍了 这个姜超红的选择是错误的 真是 李志斌的连全中的能力也比较强 又不议致说他真是难办 因为像他这种选择 一旦让他出状态之后 必须要把他接作为打完 不得的话 就没有什么机会 你看姜超红的是留下了五个好评 还要进行补打 前面是连了三个 哦 输入了 这太可惜了 五号平时也补中 因为对方一连了这么多个全中之后 对自己的压力就会增加了 所以我们看五个全中之后 李志斌第六个全中容易获得 我们看李志斌去打第六个 看看 好 好的 好的 入味相当的不错 今天那个点找到这条勾了 非常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就今年的电视转播中 这个球员一上台 连的最多的就是六个全中 那么现在第七个全中 目前还没有人连过 所以我们看看李志斌呢 能不能达到七个全中 嗯